这个82我收到的时候是下雨天 所以零四了一点 嗨 我是俊贤 也有人叫我雷胜 我是一位GU爱好者 GU呢这个爱好其实已经慢慢被时代淘汰了 我希望通过我的影片呢会让更多人认识与了解GU这个爱好 欢迎来到我的GU之旅 Welcome back to my youtube channel 我是俊贤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们停了两个星期没有video了 因为某些原因那些原因迟些的video我再跟你们解释 今天呢我们来开箱邮票 我们回到开箱邮票 这个POSLAJU寄来的 开箱邮票呢 我是 建议你们啊 马上拿到收到82了马上去打开来看 因为POS Malaysia有时候会失手 上一个邮票那个 我买什么 我帮人家订购那牛年的邮票的时候 打开里面少了三set 所以我买五set他少给我三set 他给我两set 所以现在 我建议全部人啊 买到有票马上打开来看 OK 我还有机会可以换还是什么 也是最好是RECORD起来 如果有少什么马上跟他换 所以现在我马上开来看 我这里有三set RAYA的 那个STEMQ OK 这个 82呢我收到的时候是下雨天啊 所以 零四了一点 还有一点点潮湿啊 OK 希望里面是没有冻到水 因为我们收STEMQ的人都知道 有票中水的话就是不值钱的 但是看来是没事 因为里面的envelopes还是干的 OK很好 只有他的 外面的那层带纸式 罢了 OK SUNSET POSE STEM HARI RAYA AUDIT FICTURE 2021 STEMQ FOLDER SET OK对没有错 SUNSET 等下我再打开看里面完不完整 一般来讲啦这些packaging啊他会有 包两层的 他里面有一层这个 plastic的 然后再来就是他的 envelop envelop里面也有一层plastic包着的 他有那个 硬的carboard 以防他们去折到还是什么 但是其实也不是很硬啊 OK carboard carboard 然后里面还有一层plastic包着 他的folder 所以OK 没有事完整还好 干没有中到水 没事没事 as I said现在我简单介绍一下老婆们马来西亚的一些节日 这里呢是一个raya card 他是一个STEMQ来的 HARI RAYA AUDIT FICTURE 呢就是开载节 马来西亚人的一个 节日 是回教徒庆祝的一个新年 他们开载节就是他们的新年的意思 所以HARI RAYA AUDIT FICTURE 所以今年落在 13号 13号 5月13号跟14号 不过很可惜的 我觉得 今年的RAYA 应该是 在要在这个 MCO期间度过了 很可惜的 因为我们的疫情呢 每天呢 都越来越严重 他的HASHTAG GITAR MUSTY RAYA RAYA是一定有RAYA 不过 应该是在家里度过了 Please stay at home 所以 这个 这个是他的folder folder里面 我们有一set的STEMP sheet STEMP sheet里面有10枚邮票 10枚邮票 一枚邮票是60Cent 所以这边的Face value呢 是6块钱 6块钱的这个STEMP sheet 我不知道会有没有人会拿去寄信啊 我一直很好奇 到今天我没有看过有人把STEMP固拿去寄呀 他还有三张这个信封 三张信封 三张信封 三张信封没有什么特别 因为这一次没有首日封的盖章 Salamat Hari Raya Audi Free Tree 2021 Oops OK Post Malaysia 后面有两个Gitubat OK好 特别是在于这三张明信片 这三张明信片 这个明信片呢 他的printing很sharp 他的color很shining 而且还有embosh 这些love啦 你看到这些bluff 这些卡通人物 这些design 这些图案呢 都是embosh的 embosh又有shining的coding 好像 这样讲 你 眼睛看到是有反光的效果 这样的 他的folder有点kampong style的设计啊 这个kampong木屋的设计 他这个有一个 一个pocket这样给你放你的明信片 还有你的envelop 就这样 就这样 这个是送礼佳品 好的 就这样 这个也是一个 节日的stamp kool来的 所以 我不清楚下一个节日 会再发行什么样的stamp kool 所以 敬请期待 我的video就到这里 我就祝各位 开载节快乐 Selamat Hari Raya Audit Victory Stay safe Stay at home During this COVID season So I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